那這些建築都是早期 員工 職員 主管的宿舍 就是建築宿舍 然後來改裝成現在的 那個旅館營業登記 來到全台保存最完善的 日式木造建築群 讓您彷彿一秒到日本 這裡是台塘花蓮糖廠 早期是東部重要製塘工廠 民國91年轉型為觀光糖廠 當時的員工宿舍 共有27棟73戶 占地大約4.9公頃 搖身變成旅宿 這個側板先拿開 如果颱風來了 我們就直接這樣拉出來 就這樣拉... 然後四片這樣拉過來 古早年代的防台板 妥善保存到現在 而這個將建築原汁原味 保留下來的想法 實踐了如今永續經營概念 還要呼應轉型後如何低碳運營 不提供一次性的用品以外 減少那種備品的耗損跟使用 這邊園區進來住宿 我們會提供自行車 我們臨近周邊的大農大戶 平地森林有1250公頃 那裡面的自行車道 它有十幾公頃 為在花蓮中部森林溫泉線上 主推騎單車低碳旅遊 結合觀光糖廠不收門票 園區內的聯誼園 可以買糖廠的冰品 邊吃邊休憩 還能搭小火車油園 吸引民眾特地來體驗慢活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這樣 就是很舒適的 就慢慢的這樣玩這樣 未來還將設置太陽能板 讓房內的熱水 透過熱循環生成 節省電力 落實低碳旅速的目標 花蓮眾多旅速 同樣例行環保低碳路線 數位旅遊平台 旅客評分卓越獎 花蓮以527間獲獎 成為春台冠軍 但不只是旅遊要低碳 餐廳食材也用在地小農耕做 減少食物里程造成碳排 我們的餐廳 也跟當地小農這邊做起座 就是在地小農這邊 友善耕做的一些食材 另一家很受歡迎的私廚 同樣使用花蓮有機食材 這一道酥炸馬鈴薯有機沙拉 裡頭的生菜 全都來自附近農場 我們最招牌的餐點 那也是最能夠體現 我們有機的那種餐點 全部都是用蔬菜 生菜 然後跟水果 下去呈現了一道餐廳 主廚認為花蓮豐富的農產品 和悠閒的氛圍跟慢食精神 真的太大了 從義大利麵開始起家 然後最後前三年 才搬到這個區塊 然後才發現說 這邊花蓮的食材的豐富性 很吸引人 他是林仁舟年輕時 來花蓮飯店工作 18年前在花蓮創業 開私處餐廳 三年前搬到壽豐鄉間 更能感受到當地農作物 散發的迷人之處 木憋果的花苞 它很特別 它是葉子包著花 他說正拿來包餛飩不錯 我說 好 那我們就試試看 餛飩就是一般的肉餡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再去 怎麼樣去 讓它增加它的豐富口感 於是我們就跟魚肉去做結合 從前菜沙拉 漫坡魚場 金杯 再到被稱為超級水果 木憋果的花 便炸餛飩搭配台式韭菜醬 紅酒櫻桃鴨胸 佐花蓮在地百合 有機薯泥 山北翠 最後再從烤箱端出 酒香麵包 菲莉牛排 每一道精心烹煮的 不只是創意 還有花蓮有機農作 韻育的養分 享受完美食搭乘大眾運輸 來到太魯閣國家公園 過去知名的山岳吊橋 在尊重原住民共管會意願下 更名為部落灣吊橋 彰顯的不僅是太魯閣族 山林文化與歷史意義 更重要的是 如何讓這一片自然美景 永續保存 通常在帶隊的時候 我們都會加入 我們最近這幾年 在提倡的一個無痕山林 我們帶進來的垃圾 就要帶回去 我只是說 很清潔 實際上 很清潔 但是很清潔 我喜歡 一路走來 沒有看到半個垃圾桶 乾淨程度連外國旅客都驚豔 這樣的絕美步道 在花蓮總共有20條 泰魯閣國家公園 就佔了9條 布羅灣吊橋 就是其中一條 最上面的話 就是石門山步道 再來是荷環東風 然後下來的話就到白洋步道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九曲洞 燕子口步道 再來就是我們的 布羅灣吊橋 為了鼓勵永續旅遊 花蓮縣府端出獎勵 自由行民眾 達卡可抽電動汽車特斯拉 旅行社則能獲得帶團獎勵金 想方設法吸引遊客 要讓花蓮特有的慢活慢食 與美麗山林永續共存 花蓮今年又有力推 這個絕美步道20條 我們當然20條太多了 所以我們這個地圖 只能容納10條 但是這10條已經夠非常厲害了 我們知道全台灣 第一名的步道在哪裡 追陸古道 我最近看同學的那個FB 他就是一定要去朝聖 他就說他此生的第一願望 就是要走完這個追陸古道 而且他真的去做到了 所以追陸古道你看有多少人很喜歡 然後另外前10名花蓮就佔了3條 還包括了太魯閣的白陽步道 還有瓦拉米步道對不對 我們知道縣長您也是 您不是光推叫人家去走 您自己也去走 您走的是 我都實踐 其實我薩古爾步道走過 池南我也走過 大農大富走過 清不知子澤走過 瓦拉米還有撒卡丹 布羅湾這些我都走過 我除了一個就是追陸古道還沒有走 追陸古道最有名的 留到最後壓軸 對 壓軸 因為它必須要有勇氣 其實現在表列的這一些薩古爾步道 薩古爾步道是在花蓮市郊 非常容易的大概30分鐘就走完 交通方便 它有一個特色 它有一個薩古爾的瀑布在那裡 所以夏季你走步道 走大概7分鐘你就會到瀑布了 然後你就會享受那個瀑布打下來 那個一點點的水花 那個感覺很清爽 然後你喘一下照一下相打一下卡 然後就可以再往前走 大概30分鐘40分鐘走完了 但是我們講說走步道 其實也相當程度的呼應了 就是縣長您一直在推的 叫做永續旅行對不對 好 可是很多人都說 一直在講永續 這幾年大家都在講永續 可是什麼叫永續旅行呢 其實我想這樣子講 我們在109年推出了五個禁 我們就是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那因應四時節氣還有四季 我們吃在地 用當令 然後玩在地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禁靈攤牌 其實老祖宗的智慧非常的有智慧 無論是對外的禁 或者是對心 我們的人安靜下來 然後你做事情要靜到 然後你會享受到你人生的意境 對 然後你就會 你當你有自信了 你的眼睛會發光 會發亮 你整個人就亮起來 這就是禁 另外就是那一年正好 蘇花改也通了 所以就花蓮好禁 後來就五加一 加了一個好禁 花蓮好禁 六個禁 對 六個禁 然後之後我們讓大家靜下來以後 我們希望大家把腳步放下來 放慢下來 魚外 慢下來 你會體現到這一塊土地 非常的養人 精品就是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精品 而在花蓮 我們老天爺給花蓮了山 水 都是精品 永續是花蓮的日常 因為我們一直在實踐 永續這件事情 所以無論是我們現在的 所有的觀光旅遊 無論結合我們的星空旅遊 那星空旅遊 美好的星空到花蓮 因為沒有污染 沒有光害 所以我們就開了賞心的課程 還有認證 我們就多了一個產業出來 就是我們的賞心導遊的老師 來做我們星空的導覽 再來就是我們跟民宿結合 跟我們的產業結合 比方說我們有手工罩 手工罩也是取自於 我們的這個地方的作物 然後集合起來 所以這是在我們在 七星壇的時候 那時候辦的我們的 七星壇的賞心音樂會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 我們這一次的七夕情人節 七夕情人節 帶著你的愛人 帶著你的家人 我們齊聚七星壇 來賞夜空 聽音樂會 這樣店長真的太會講了 講了大家 不去花蓮都不行了 不過您剛剛有提到的 這個食農還有食育這個部分 我們知道花蓮還有一大特色 就是有機農業 是全台灣規模最大的 好有關這一點 我們馬上回來要告訴你 花蓮有哪些特色農產品 就是我們常常去玩 不是要帶一些帕酒嗎 是 有哪些是最佳推薦 馬上回來